南海情勢多變化 東海情勢又詭譎 現在中國大陸呢 已經購買了S400 而S400是什麼呢 它往北的範圍可以達到多少呢 可以達到俄羅斯 往東的範圍可以達到琉球群島 甚至呢 到達接近韓國的領空 而往南的話呢 可是接近到這東沙 接近南沙的越南附近的 S400究竟是什麼東西啊 其實S400是從S300它引申過來 那現在俄羅斯已經發展到了S500 就是我們講的C500 那我先講 各位可以看到這個S400 它放棄傳統的四連裝變成三連裝 它三連裝 它可以加發什麼 發三枚大的導彈 然後四枚小的導彈 換句話說 它的整個發射系統 各種類型不同的 它可以發射七種導彈 那它發射七種導彈是專門來對付什麼 對付什麼 遠程預警機 轟炸機 逆中飛機 就是我們講的叫做隱形飛機 還有一個巡弋飛彈 還有電戰機 還有電戰機 它都打得掉 它整個 它探測距離可以高達到400公里 探測距離400公里 它同時追蹤60個目標 在150公里的地方 它可以決定我要打哪一個 對我威脅最大的 我要選擇哪一類的導彈去對付它 那現在如果中國大陸 它買了S400的話 這個對美國來講 它的威脅就很大 為什麼美國的國防周刊講 說它買了S400以後 整個第一導鏈的所謂的滯空網 滯空網 耳後就不能任意行動 它的原理是這樣子 各位可以看 它在寧德引進部署的S300 它探測距離可以高達300公里 也就是說它可以直接通過釣魚台 接近十元宮古島了 對 如果是從F18起飛的話 它在200公里以外的地方 在200公里的地方可以把你打掉 那換句話說 它打F18綽綽有餘 但是碰到F35跟F22 它是怎麼個打法 那S400跟S300 它的任務分配 它就在地面上加裝什麼 雙機雷達 那雙機雷達它主要是探測 F22 F35的航向 如果它在寧德部署的S400 它在後方又有雙機雷達的話 它可以馬上了解到 F35 那我過去講過 它的在雷達波上 它像個什麼 脑硬一樣 小小一隻 不是 它像一個籃球 F22是乒乓器 如果美國它要進行 所謂的高低運用的話 我只要從3D雷達 不斷地鎖定你的時候 我馬上通知 林德這個方向 S F22它要從什麼地方進入 好 它就開始迎戰 然後這個 不斷地追蹤掃描 然後這個就準備發射 所以當它馬上判明你是F22的時候 它可以選擇導彈把你擊落 如果它判明是F35的時候 它也可以幫你擊落 所以老共買S400 它主要的目的 除了威懾第一導鏈以外 現在對於台灣來講的話 那威脅更大 台灣的威脅是在哪邊 它可以不用使用雙機雷達 它只要在林德部署S400 在漳州部署S300 它過去在林德部署S300的時候 它可以把台北新竹 都是在它射程的涵蓋範圍裡面 只要你加一基地的F16起飛的話 它用S300解決你 你幻象起飛的話 你要往中國大陸內陸走的話 在你起飛的時候 它就可以幫你擊落 這也就是為什麼老共買了S400跟S300以後 它可以靈活的調度使用的時候 然後在配合雙機雷達的時候 你的逆中戰機對它一點辦法都沒有 當然還有一個前提是說 它的飛行速度只要超過它的探測距離的話 探測距離的話 那S300跟S400對它一點辦法都沒有 這也就是說美國為什麼很care 說S400到S300如果到了中國大陸的話 整個第一島鏈的弧形島鏈中間會有缺口 而這個缺口就是台灣 看看這個缺口 S400的防空飛彈成軍之後呢 對於整個包含了第一島鏈 包含了琉球 包含了台灣 難道菲律賓的南海部分呢 都會受到一些嚴重的影響 但是中國大陸在軍事工程的構工中呢 許多的工兵正在挖掘著 在70年代挖掘的過程中 這工兵啊可是在長沙地下 發現這地底下怎麼好像地質鬆軟了 再挖下去呢 發現了藍色的火焰噴出 怎麼會這樣的情形呢 結果發現這底下有一個神秘的墓穴啊 是的立剛 這事情發生在42年前 1971年的時候 當地他們在進行挖掘的時候 在拿這馬王堆那邊 他們本來就是要挖一個 就是防空的一個淡一個坑道 就挖挖 發現發現 怎麼挖到這個地方的土呢 變得比較奇怪 一開始挖到是一個花瓣土 是紅白點的花瓣土 挖啊挖啊挖啊 又發現下面一層居然是 像那種白膏你那種 就是好像石膏你這樣子一個白白的 挖到土呢非常鬆軟 一年就睡像麵糰一樣 跟當地的土壤結構是完全不一樣的 發現這 好像有些什麼東西一樣 他們當地的工兵就覺得很奇怪 頻頻挖挖挖 我發現哇 放空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之後他們想說 那乾脆呢直接拿個 拿那個鋼鑽的 鑽鑽看好 結果他們的工人呢就拿他磚頭 就往地下磚 磚磚磚磚磚磚磚 砰一聲 磚過一個洞 磚過一個洞之後 開始那個洞冒出了一些氣體 味道非常難聞 有點像什麼 像藻氣 像瓦斯味那種 好像有很臭的味道 很多開始非常懷疑 很好奇 可是當時就有人呢就是不知道煙與飯還怎麼樣 結果又火台就點了一個煙 要抽煙了 對要抽煙 就點了一個煙之後 結果不小心一點煙 哇 那個洞突然碰一聲噴火 隱南了這些藻氣 對 藻氣就發出來了 這時候的話 這個馬上被爆到上級去 他們開始懷疑說 這裡面應該是以前的古代的墳墓 於是他們馬王堆這邊 發現了一個噴火古墓的消息 登上了新聞的頭版頭條 然後他們當時中共的黨中央 馬上派了當時很有名的考古官家 叫白榮金 這個專家 他率領了一堆人 開始到那邊進行挖掘 就起土了一個馬王堆的一個千年的古屍 照他們看他的整個的墓室的情況 應該差不多是在2100年前左右 吸汗當時留下來的 但是他們決定了 就是要把這個棺木把它打開 就棺木一打開的時候 哇 他們真的是嚇到 為什麼 怎麼說 因為棺木一打開的時候 他們發現了 他整個裡面這個屍體 是裹在非常多的衣服棉被 絲綢整個裹起來 根據白榮金當時說 他把他們整個就是這個屍體 抱上來拿起來的時候 他那種觸感 他覺得說 他這個觸感 感覺好像不是一個千年的古屍 感覺像是剛過世的人 所以他就覺得非常非常好奇 非常非常興奮 於是慢慢的他們用手術刀 慢慢一層一層把它裹濕布 突然打開之後 哇 發現了 發現裡面是個女性屍體 大概有150公分 而且他保存得非常完好 就像是剛過世沒多久 他的整個皮膚是有彈性的 肌肉有彈性 關節還可以活動 什麼 這麼久的屍體居然還有彈性 而且他的皮膚還完整 包括頭髮 甚至他連睫毛都看得到 他們覺得 哇 這樣真的是太珍貴了 而且他們是一個非常保存 完成的非常奇怪 有2000年 就像我們畫面看到的一樣 你看 那個2000年的 2000年的屍體居然皮膚有彈性 肌肉還是有彈性的 關起來是可以活動的 那當時他們甚至還把它做解剖 取出它的一些樣體去做檢驗 為什麼它可以2000年來沒有腐化 後來他們發現說 原來 原來它這裡面有幾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因為 當時它整個棺木裡面 它整個濕水變成的棺液 是已經呈現一種深紅色的 深紅色的那種濕液 成為棺液 棺液呢 他們去化驗 化驗裡又發現 這個裡面有富含了非常高的 拱跟生 這兩個就是金屬 那他們發現說 原來它在陪葬的時候 放了非常多中藥材跟一些朱砂 那變成了說 這些呢 變成它一個非常防腐的一個 非常好的效果 另外他們從他們一些檢查裡面發現 她呢 這個女師 她生前有服用丹藥的習慣 因為古代人都習慣服丹藥 因為他們認為服丹藥能夠成仙 就慢慢的服了丹藥 長生不老 長生不老 結果呢 不但雖然沒有成仙 不過呢 很快過世掉之後 身上就會存留了很多汗的成分 水銀 對 因為汗就是水銀 那它本身也有殺菌防腐的效果 所以本身 因為這兩個關係造成它呢 有這樣的單藥的毒性 它本身它是可以保存下來 另外 除了這個之外 它還有另外一個原因是因為 它當時在風 就是這個官風 風木的時候 它用了非常大量的木炭跟石膏 把整個團團的包圍起來 那變成它是一個什麼 變成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恆溫恆濕蜜蜜缺氧的環境 所以呢 當時因為這樣的氣又很乾燥 又恆溫恆濕缺氧 所以裡面一些細菌呢 也需要氧 需要氧氣的那個細菌 不能夠生存 然後呢 一些不需要氧氣的細菌呢 它也沒有養分 也死亡 所以說呢 它的腐爛過程很快停止了 所以在這個非常偶然 非常巧合 非常神秘的情況之下 造就了這一個千年的骨絲 兩千年沒有腐化 看看這個古墓 這個古墓兩千年了 在其中呢 是否是因為高科技 使得耗氧細菌跟厭氧細菌 都沒有辦法在這個古墓裡面 生存下去 而這個古墓裡面呢 這個女主人 她究竟是誰呢 我們休息一下 再來告訴你